大家好,我们是麦克,他用作词!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艺岩,今年二周期,来自哈尔滨,现在北京做金屋老师,这是我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凡凡 叫凡凡呐 男孩女孩 男孩 几岁了 今年六岁了 六岁了 数什么呢 数鸡 哈哈哈 他特别的可爱哈 小朋友跟你几年了 呃,我是因为这个节目,我找到他的 因为在一次就是,我是本身是做金屋老师 在一次,呃,教课过程当中 我看到俱乐部里有一个小朋友,呃,跳得非常好,非常认真 哦 所以我就非常留心,留意他 而且咱们这个节目,呃,有话好好说,是一个全新形式的一个节目 所以说,我也希望有一种全新的一种尝试 呃,所以我找到他,准备突破以往,呃,单独的麦克吉克区的模仿 准备呈现一种全新形式的麦克吉克区 好,两个人要一起来表演 我们拭目以待,掌声鼓励 撸摇 blow 弄 弄 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段精彩的表演 来问一下三位老师有何看法 柯老师 我觉得你的外形和舞姿都很像 但是我觉得缺少了一点内在 用心去跳舞 学麦克杰克逊 一定要学他很内在的一种精神 和对音乐的这种感觉 是来自于内心 从心里到肢体 然后到脸上 然后再传递给观众 我觉得缺少这一部分 但是外形和动作都很好 好 谢谢何老师 谢谢 实现 舞蹈我是一点都不懂 所以不敢妄加评论 因为这儿做着专家的 纳威对这个街舞啊 什么流行舞非常有研究 听听他意见 好极了 纳老师 你们两个的位置站的不对 那个小伙子你应该站在 那个小朋友的后边 这样的话呢 你们在动作协调当中呢 有一种穿透感 第二个呢 它这么小 有些时候 你可以跟它有些互动的动作设计 比如你把它抱起来 它在脚不动的前提下 手上做一些动作 你可以干当一些它的拖 就是抵托把它拖起来 然后呢 你们之间有些动作性的传递 不用老保持一致 这样连贯起来 看着会好看 构图也会好 做一个被淘汰多年的舞蹈演员 我就说这些吧 听他了 很专业的演听 还专业 可听可不听 好 稍事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